这是1951年4月被撤职的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挟妻而回国的影像 不久前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解除了麦克阿瑟联合国军司令官 驻日盟军总司令官和美军远东军司令官等所有职务 镜头中也是其14年来首次返回自己的国家 麦克阿瑟于4月17号晚上8点29分抵达旧金山 其在本土短暂的最后高光时期由此开始 机场聚集了大量期望能一睹本国传奇人物真容的民众 有的打着麦克阿瑟竞选总统的招牌 当晚旧金山发生交通大拥堵 自机场到市区酒店的路上挤了50万围观群众 22公里的路程令麦克阿瑟的车队走了近两个小时 麦克阿瑟抵达旧金山的次日4月18号 其和妻儿被安排游览该市的金融商业区 路途之中与头天晚上一样 挤满了围观人群 麦克阿瑟由旧金山市长阿尔莫罗宾逊 和加州州长厄尔沃伦陪同共乘一车 其高光时刻不止在旧金山 在之后 华盛顿及纽约的欢迎规模 更是比现在有过之而无不及 尤其在纽约走出家门的人群 比1945年欢迎艾森豪威尔 从欧洲凯旋归来时多了将近一倍 不过将麦克阿瑟撤职的杜鲁门 面对此情景及质疑 却很沉的住气 其表示 美国人并不是在欢呼一位不服从的将军 也不是接受了他所宣扬的胜利言论 而只是对最后一位返回美国的二战英雄 表示迟来的欢迎 经过历史两个小时的游行后 麦克阿瑟和七儿一行的车队 抵达旧金山市政厅 大约十万人在市政厅前聚集 麦克阿瑟将再次发表讲话 这也是其归国后首次公开落名发言 在演讲现场 麦克阿瑟的第二任妻子琼妮 和13岁的儿子亚瑟向公众亮相 其中亚瑟更是自出生以来首次来到美国 在麦克阿瑟的发言中 其出色的气质和口才搭配着优秀的表演才能 极易打动听众 他表示自己没有什么政治抱负 不打算进入政坛 也不打算竞选政治职位 唯一的政治纲领就是天佑美国 但这显然就是一名候选人所讲之言 其塑造的完美形象成了许多人当之无愧的偶像 次日其父华盛顿发表的《老兵不死》演讲 更是令他的声望达到空前高度 这也让彻其值的杜鲁门支持率暴跌到26% 而声称不入政界的麦克阿瑟支持率则飙升到69% 不过麦克阿瑟的高光时期并没有维持多久 在次月美国举行朝鲜战争问题听证会上 对于麦克阿瑟竭力欲将战争扩大的主张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指出 美国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 会给苏联提供在西欧承虚而入的机会 而麦克阿瑟根本未从全球角度考虑问题 布雷德利还警告 如果我们把战争扩大到中国 那我们就会被卷入一场 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 同错误的对手进行的错误战争 而随着听证会的进行 美国舆论也开始发生改变 5月下旬麦克阿瑟的民众支持率已跌到了30% 且还在继续 麦克阿瑟的高光很快结束